还有第二类这些年大量出现的一些洋地名是什么 出于商业营销 你记住有一点很有意思 缺啥才吆喝上 他为啥这地方起个洋地名呢 第一个功能从营销手段来讲 是想给这地方增加点洋范 说明他洋范不够 时尚气息不够 他才用洋地名 有相关的专家考证过吗 就在一线城市 你像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反而是新开盘小区用洋地名并不多见 越是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那洋地名越多 为啥 这个地方没多少洋范 我得搁这儿把自己架起来 所以他比例用得非常高 所以你从这点来讲 这是一种商业营销手段 在全国不同城市的小区洋名中 法国地名最受开发商喜爱 根据知名房地产网站搜索网上的数据显示 有24.52%的小区在启名时 会用到法国的地名或标志物 其次是美国地名 占到18.87% 给购房者以购买此房 即享有小区名称中的生活方式 这一心理暗示 来吸引消费者购房 一些被冠以洋名的小区 收房价格往往也比周边名称一般的小区高出一些 因为套上了一身羊马甲 往往就能晋升为高档小区 这些被冠上了阳名的小区房价 每平方米的单价 都要比同城市同区域的房价贵上许多 例如苏州的东方维罗那小区的房价 就比相同区域的城湖印象小区 贵上1500元每平方米 达到了8500元 再一个用洋地名在一定程度能传递出 它这个产品的品质和一些信息 你比方说我这酒店叫巴黎国际酒店 那可能我的建筑就是法式建筑 我这里边可能餐厅客房比较浪漫 它能传递这个信息 我这会儿叫曼哈顿街 可能我这里的各大银行中东工舰我都有 金融比较发达 所以它用这样的这个叫法呢 传递出我这地方的一种品质和信息 我觉得这个它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说它是一定得是 第一个营销上能增加这种气氛 第二个呢 多少它在气息上 风格上要和洋发有接触 所以它是一种商业营销手段 我倒觉得这个不值得当今小怪